赵长河说自己怕猪雀,一直是实话,直到现在都还挺怕的。 三娘排名貌似比猪雀高,可赵长河从没感觉自己会怕三娘,却至今都还怕猪雀。 或许是因为猪雀很凶,三娘一直笑嘻嘻,也或许是出入此世那会儿血手屠杀的记忆太过浓重,挥之不去。 内心潜意识觉得,排名代表不了一切,以二者的事来看,真打起来三娘说不定要被猪雀摁着抽。 但夏迟迟此刻心中也是又害怕又刺激,猪雀的残酷他可比赵长河认知得清楚多了,那真是在他身边大气都不敢喘,哪敢想象当着他的面和男人亲得嘖嘖有声。 他居然还没法发脾气,好爽啊。 两人分开,各自悄悄看了猪雀一眼,面具遮掩之下看不清表情,也不知道是真不在乎呢,还是暗勇都引在海底,总之说出的话还挺平静的, 本座暗中护你,本来是不能让你知道的,以免心有依赖,没了自己拼死之心。 怕你和男人沉沦欲海,这才无奈出现,既然暴露了,本座就真该走了,于是不要以为本座在,否则对你修行不利。 至于本座走后,你还要不要和男人乱来,自己把握。 吓迟迟到被说得有些羞愧,尊者是一心为了自己好的。 便低头道,尊者,那个火炎鲲钢之事。 火山喷发,不代表什么,吹成火炎鲲钢真是可笑。 这种事非要叹的话,本座会传令让一伙蛇尾火虎之流去看看。 总之火鼠之事与你无关,你做好自己的,无需分心。 是,朱雀深深看了赵长河一眼,淡淡道,不要被欲望主宰了自己。 说完闪身不见,赵长河竟有点一身冷汗,肩膀都有些垮塌,转头看看迟迟也是一样,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,都是一种死里逃生般的神情。 夏迟迟跨着尖道,在尊赵长河道,那你也真敢,还故意在那应。 我小妖女吗,没点气性而算什么妖女? 瞧你这德性,你就不怕? 我山匪吗,怕死算什么山匪? 扑痴,要色不要命。 夏迟迟笑着拉住她的手,两人坐在床沿,又靠在她的肩窝里,低声道,尊赵已经很生气了,我们还是别太过。 瞧你说的,真以为我只冲着那点事啊。 你不是吗? 当然不是,赵长河道,之前我让三娘转告你一句话,我看那时候你们已经动身来昆仑了,她未必通传得道,比如我学了回春觉她就没来得及传达你们。 还真是回春觉,夏迟迟嘀咕道,你的四项之缘真是奇怪。 赵长河笑嘻嘻嘻道,毕竟青龙圣女是我老婆。 谁是你老婆? 夏迟迟撑道,你和玄武尊者怎么这么亲热了,一口一个三娘的。 赵长河无语道,人家就叫三娘啊。 我都不敢这么叫,整个黄沙集都这么叫。 好吧好吧。 夏迟迟笑道,她确实没来得及传达我们什么,现在你当面在这儿,有话就说呀,是不是要教我回春觉? 那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教,反正等会也写一份给你看看能不能误点啥。 赵长河道,真正要告诉你的是,你爹根本不是外人想象的重伤快死,他活蹦乱跳着。 夏迟迟正正出神,赵长河便把夏龙圆有关家事一五一时地说了一遍,又道,玉佩和陆河神公之所以传男不传女,我们当时的理解偏差了。 他的本意,其实对你倒还挺真实的,也认我是女婿。 夏迟迟正正正地想了半天,低声道,无论本意是什么,最后的结果也是抛弃,我不原谅他。 嗯,赵长河才不会去劝这个,毕竟事实就是抛弃。 只是道,无论如何,他的强悍程度超过我们原先脑部的所有认知,你们针对他的任何想法都要做调整。 这反贼不好做,千万别乱来。 知道了,夏迟迟的情绪有些低落,叹气道,我不想说他,换个话题吧,这是交给尊者,他们考虑便是。 以为夏龙圆快死的时候,夏迟迟倒是觉得终究是爹,心情难过,想去看望,知道他活蹦乱跳,还很牛逼,反倒又不爽起来了,懒得提他。 人性如此,赵长河也不多说,转而问道,你此来昆仑历练,除了诸杀叛徒之外,还有什么药物吗? 杨前远算不算一项? 杨前远确实也是一项,而且我们打算的是能升勤为家,那才能突出人情。 或者拿了人,也可以和杨家做交换。 直接杀了的话没什么意义,杨家甚至都不知道是我们杀的,我们又不是舔杨家,相反是想拿捏。 夏迟迟道,那个什么玉坤帮天灵子,我今晚去探探。 不用探了,杨前远不在玉坤帮,这个天灵子怕是得罪了毒蜘蛛,他在借刀杀人呢。 夏迟迟奇道,你怎么知道? 刘土章查了好久都没查到人。 这么大城,要找其中一个隐姓埋名的人,那确实不好找啊。 赵长河笑嘻嘻道,不过有的人是有天命的,比如你赵老大我。 夏迟迟翻了个白眼,就你还老大,叫师兄。 大师兄,赵长河又挨了过去。 这词在他们之间倒有点调情暗示似的,一说就情动。 有时候赵长河也会想自己取向到底是不是有点问题,好像真的对迟迟的男装特别兴奋哎。 夏迟迟一把推着他的大脸,撑道,还说不是为了那点事。 可,反正我还真知道杨前远在哪, 不过暂时先不要动手,他对我还有点用。 夏迟迟其道,能有什么用? 我也有事要从他这边探了,才刚混熟,还没开始挖消息呢。 你需要什么消息非得找他的? 我想找找道门,还有龙像写餐的线索。 夏迟迟笑道,我说,你是故意不想欠四项教人情呢,还是脑子变得不好使了? 杨前远才来昆仑多久,他能知道个啥,你怎么不直接问刘土章呢? 赵长和挠头,因为这两件事都是三娘教我来这的,可他也不清楚具体,说明刘土章这里没消息吧。 他毕竟只是专门调查你们的事情,别的是掌握不了太多。 夏迟迟翻了个白眼,三娘都不知道刘土章在这,她的消息是银武那条线得到的,你说你是不是傻子? 说着跳下床,一溜烟出门,你等着,我帮你问问刘土章。 过了片刻,又神色古怪地回来了,龙像写餐不知道,但道门的消息还真有。 赵长和道,你那什么表情,难道道门很麻烦? 不是,夏迟迟有种无巧不成书的怪异感,刘土章说,如果他没猜错,天灵子就是道门负责在外消赃的管事,他们欲坤帮的货太杂了。 赵长和猛地醒悟一件事,道门不应该太难找,至少在面上一定有一条直达线。 因为从古灵族秘境里跑出来两眼一抹瞎的思思都可以败入道门,他是从哪找到的道门? 如果道门在昆仑,则必有一个在入城不远就能遭遇的点,思思恰巧撞上了,才能解释得通。 而城东这几个帮会,玉坤帮就是其一。